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自从遇见你 仿佛梦里 悠悠昨日已朦胧 静静抱着你 谁又怎相信 前世今生不了情 一生只为这一件 我谁愿着爱的愿远 有我喜欢你的心 只求笑了想你 一生愿为这一言 我谁愿难知一样天 不让爱上一个人 然后又今夜深迷惘 皇上 奴才查了六日 并未查出钟遂宫是谁下的毒 德妃娘娘所说的那个下午 一共有六个人进过德妃娘娘的书房 两个公公 四个侍女 可这六个人是在不同的世界 因为不同的事情分别进入的 所以没有其他旁证 很难查识 说到旁证 德妃的诗本是用药水进过的 那就得有成药水的东西 这方面 你有查出什么线索呢 奴才反复测试了这个环节 德妃娘娘的诗本很薄 只有不足二十页 金太医和刘公公已经验明 药水只浸在梅叶的边缘 所需药水不多 只需一个小瓶放在怀里即可 且作案时间不必太长 所以物证也很难获取 皇上又不准许奴才 严刑考审那几个嫌疑人 没有证据 你把六个人都严刑考审 没有道理 再说了 就算严刑之下有人招了 那也是乱招 是冤案 朕要查出的是真正的凶手 皇上盛名 此案十分凶险恶毒 必须查出真凶 再说假招假供 必会有漏洞 而且太后那里 也不会认可 无人证 物证 确实很难查 洪师傅 你认为真凶会是谁 老臣猜想 嫌疑最大的 当是后宫最痛恨 德妃娘娘的某位皇妃 主子 嫌妃娘娘来了 妹妹给姐姐请安 珠儿 你先出去吧 是 妹妹快坐 谢姐姐 我请妹妹来 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英格尔几人 在中翠宫查了整整六日 一无所获 董小婉之罪 再难洗脱了 姐姐的手段实在高明 姐姐 待事情过去之后 我好想听听姐姐 在中翠宫的眼线 讲讲审案的情况 想必一定非常精彩 贤妃 管住你的好奇心吧 这些日子 绝对不可以跟灵儿 有任何的来往 知道吗 就当咱们从来都不知道 不认识这个人 皇上现在 一定在对这件事情 进行暗查 我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出现任何的麻痹大意 三个月之内 不许跟灵儿 有任何的来往 听明白没有 妹妹明白 听姐姐的 听姐姐的 这皇上不想牵连无辜 倒是没有下令 严刑拷问那几个 出入董小婉书房的人 不过我倒是盼着皇上 能够严刑拷问他 我的人 哪此都不会说的 若有一些人 顶不住招了供 那才有好戏看 姐姐 这事能成 全靠你用心深远 早有布局 还有那愿意 随师随地的效忠之人 要想成大事 就必须要有几个 肯忠心舍命之人 姐姐在这一方面 可是花了心思 下了邪本的 红师傅你认为 朕可以考虑 废妃之事 皇上 对德妃娘娘 一片深情 皇上 断不会同意 废妃 只是如今的局面 太过严峻 皇上是否可以考虑 退一步 等亲掌两皇旗印之后 再行择机 恢复德妃的飞位 杨恢复德 你适合意见 这么大的事 奴才哪会发表意见 不过 奴才觉得洪大人言之有理 先拿到旗印再说 等两皇旗旗印在手 再崇利娘娘为妃 到时候 谁敢再有二话 皇上一下旨 奴才就对他不客气 这就等于是个假妃妃 假不了啊 假不了 废了再厉 谈何容易 更严重的是 朕现在一旦同意妃妃 那就证明了 德妃毒害三阿哥的罪名 是坐实人 那她以后在后宫里 该如何立作 审了六日 德妃还是没着 她的心智真够强的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可有漏洞 太后娘娘 德妃已经接近崩溃 神情恍惚 精神不济 就连言语 也出现多次的矛盾 可是不管怎么审他 德妃 丝毫没有承认是他下的毒 后天就是义政会议 娇齐印的日子 这件案子今明两日 必须有个了结 刘光彩 看来哀家该同他谈谈 奴才要不要把德妃带过来 就在慈宁宫 几步路 哀家还是自己去吧 这奴才带路 整整六天了 皇上不知道 急成什么样呢 马上就要到 焦祁印的日子了 皇上啊皇上 千万不要冲动墙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ilypid 明镜需要您的意思 从明镜需要您的地点 最后才能将郑打掌断 明镜需要您的地点 最后才能够 按联系 emp属 百姓 随地 可 进行 正目 将您的力掌庙 安全 相信 olo Zither Harp 鸟儿啊 你是从哪里飞过来的 你怎么会飞进这皇宫呢 又是谁的毒箭射中了你 我该怎么救你 我没办法救你 太后娘娘 我们要不要进去啊 再等等 看看她要做什么 我都不想救你 你能舍不去 你是什么 我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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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姑 宋娜觉得德飞真的不像是会害人的样子 宋娜真的不相信 一只鸟能说明什么 刘光才 奴才在 其他人不要进来 你们俩随我进去 喳 你们都候着吧 德飞娘娘 臣妾参见皇额娘 我们该好好谈谈了 审了你六日 你都没承认所犯之罪 罪还真硬 皇额娘 臣妾并未犯下任何罪行 因此不能认下这莫须有的罪名 莫须有 钟翠宫那边的人已经审过 是英格尔亲自审的 你别看英格尔平时连成语都说不周全 但他审案可是把好手 他拼了命 想在那些服侍你的下人当中抓出下毒的人 可惜仍然一无所获 皇额娘 这正好证明臣妾无故 你别叫额娘 你叫太后吧 你叫额娘呢 不好审案 是 董小婉 哀家建议你主动认罪 毕竟三阿哥是有惊无险没出什么大事 你是皇帝最宠爱的女人 你认了罪 哀家保你性命无语 你还可以住在宫里 只不过你的妃威就得被废掉 太后娘娘想要废掉小婉的妃威 可以尽管废掉 可是要小婉担上毒害三阿哥的罪名 小婉绝不接受 听你的口气 好像哀家要强加给你什么罪名 真是大胆放肆 太后娘娘息怒 小婉绝无任何冒犯太后娘娘之意 小婉只是想澄清冤情 太后娘娘是天底下最睿智的人 难道太后娘娘真的相信 小婉会做下这等事 小婉目的何在 动机何在 你的动机目的 就是保住你以后的孩子 孩子 太后娘娘不是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小婉怎么可能换上孩子呢 不错 眼下你头皇帝是不可能有孩子 但往后呢 往后也能保证不生孩子吗 太后娘娘胜命 皇上确实有此心 可是小婉没有 因为小婉知道 倘若小婉怀了孩子 会给皇上带来巨大的麻烦和凶险 所以小婉早就想好了 小婉绝不会让自己怀上孩子 所有能够进宫接近皇帝的女人 最大的愿望就是同皇帝生下孩子 皇宫女人地位的尊卑 以后都是由孩子来决定的 你进了皇宫 又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你凭什么敢说 你自己就可以例外呢 这不是弥天大谎吗 刘公公 德飞的事情 真的弄得苏娜十分痛苦 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德飞能干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 刘公公 您阅人无数 难道您也相信德飞是罪犯吗 苏娜姑娘 公公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公公也不相信是德飞干的 可是太后娘娘 认准了是德飞所为 太后娘娘是圣明的呀 错的永远是咱们 但是姑姑这一次一定是断错了 断错的原因 便是因为两皇旗起因 姑姑必须要废了德飞的飞味 这时中翠公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姑姑定是会救助不放的 苏娜姑娘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 你不要认为 太后娘娘十分疼你 你就可以说出这种不敬之言哪 苏娜不是不敢当着姑姑的面说 而是缩纳的话能有什么用呢 太后娘娘 小婉知道 小婉对皇上的情 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可是太后娘娘 小婉本就不是这皇宫的人 小婉更没有母凭子贵的想法 好 就如太后娘娘所说 小婉真的有动机 有目的 可是如此明目张胆 无法逃脱的手段 也太愚蠢了吧 你不蠢 你很聪明 你知道 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 皇帝绝对不会相信你会做下此案 太后娘娘 我知道 你一直想赶小婉出宫去 可是这件案子很明显 就是后宫的嫔妃 有人在刻意陷害小婉 只是小婉没有那么深的心机防范她 再说 这后宫深似海 小婉就算防也防不胜防啊 不错 今日的小婉 就像刚才院里那只中间的小鸟 正在垂死挣扎 若不是小婉认下这罪会毁了皇上 小婉真想认下此罪一死了之 可是小婉不能认下这罪 因为小婉知道 这个罪名实在太大 小婉不能认下这罪毁了皇上 不能让皇上背上心灵的枷锁 太后娘娘 您是天底下最有权威 最聪明智慧的人 小婉 小婉现在请您告诉我 小婉究竟该如何做 小婉该如何做 才能合了您的意义啊 刘公公 这德妃在里面 好像失态哭闹起来了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看 不要进去 就是要她这种失态失控 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 太后娘娘 您知道吗 小婉一直期盼有一天 太后娘娘能够真心地接纳小婉 小婉记得 小婉那次得了重病 误了请安的时辰 小婉去慈宁宫给您请安的时候 高尚晕倒在地 在小婉晕倒前仿佛 从您的眼中看到泪水 您知道 这泪光 让小婉激动温暖了很久 别哭了 苦苦啼啼 成何体统 对不起 太后娘娘 臣妾连夜受审 精神紧张 是臣妾失言了 你冷静下来 我们俩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过两天就是义政会议要交齐印的日子 但义政会议交齐印的前提 是废除你这个汉女的非位 你不认罪呢 皇帝就绝不废非 皇帝不废非 义政大臣就拒绝交出齐印 皇帝不能亲掌两皇齐印 那么皇帝又怎能有皇威皇权 你口口声声说对皇帝有情 难道你没想过 齐印有多重要吗 太后娘娘 萧婉深知齐印的重要性 若是其他什么罪名 萧婉非常愿意配合太后娘娘 可是毒杀三阿哥的罪名太大了 萧婉不敢认 不敢认的原因 萧婉刚才说过了 倘若小婉认下这罪 毁掉的不仅仅是小婉 毁掉的更是皇上 这个哀家就不明白了 你认罪受罚 为何你就认定 皇帝也跟着你完了呢 太后娘娘 小婉说句冒犯的话 就算小婉被逼被迫 强认了这罪 皇上也绝不会相信的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你太高看自己了 太不了解皇室王朝了 哀家就告诉你 若是皇帝知道 确实是你做的爱 皇帝会有一阵痛苦难受 但是会断然无情地 惩治你的罪行 这可是皇帝亲口对哀家说的 因此你认下罪 绝对不会毁了皇帝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哀家所说的都是实情 哀家再告诉你 义政会议的权力比你知道的更大 若你认了罪 就算皇帝不相信 义政大臣都可以行使权力 直接废妃 义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 这是皇室与义政会议的约定 为了防止皇帝专宠某位嫔妃 乱了朝政后宫 若是嫔妃犯有大罪 不需要皇帝下旨 义政会议可以直接废妃 皇帝和哀家都无权阻止 若是皇帝想动用武力来保护嫔妃 八旗王宫可以联合起兵对付皇帝 这里面的厉害 你听得明白吗 皇上 臣有个担心 如果德妃娘娘认这个罪 该如何是好啊 你说德妃 会认下这购陷之罪 这怎么可能 是啊 红大人 您这个担心也太奇怪了 皇上 太后费了这么大的劲 来审理此案 而且慈宁宫有封锁消息 连皇上都不让进去 就更加表明 太后一定是铁了心 要定德妃娘娘的罪啊 让皇上可以顺利得到两皇旗印 皇上 德妃娘娘 如今已经在慈宁宫里面六日 她里面的情况 我们一点都不清楚 老臣实在担心 德妃娘娘斗不过太后 会被逼无奈认罪啊 你是说 皇娘会对德妃用刑 不会的 皇娘答应过朕 她不会对德妃用刑的 皇上啊 不用刑据审案 也会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令德妃娘娘崩溃啊 比如轮番审问 不让她休息 而导致德妃娘娘丧失斗志 不用任何刑据审案 皇上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太后要的效果却达到了 宏大人 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 因个儿不太明白 太后娘娘想要的效果 就是要在德妃娘娘筋疲力尽 丧失斗志的时候 太后娘娘就会利用德妃 对皇上的深爱之心 为皇上愿意牺牲一切之心 用适或者逼迫其认下此罪名 要知道太后娘娘异制如铁 无所不能 她想要做什么一定要做成的 是啊皇上 若太后娘娘定要定德妃娘娘的罪 德妃娘娘怕是顶不住啊 要讲明的话都已经讲了 若是你真像刚才说的那么爱皇帝 你就认下你所犯的罪行 好让皇帝可以顺利掌管两皇旗旗印 哀家保证不会赶你出皇宫 你还可以见到皇帝 若是日后查明 你真是被冤枉的 皇帝要重立你的妃位 哀家绝不阻拦 最好的出路 哀家已经给你指明了 你只需要点个头 事情就解决了 皇帝只有亲掌两皇旗旗印 皇帝才可以对付义政会议 就可以做他想做的几件大事 皇帝亲掌两皇旗旗印 对皇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哀家知道认罪很难 但这样拖下去更加苦更加难 你不需要多说话 你只需要点个头就行 是你一时糊涂 吓得多 对吗 臣妾 一时 一时什么 你说下去 太后娘娘 臣妾被连审六日 头昏脑胀且精力不济 臣妾想仔细想想 再做回答 好 你坐下来 好好想想吧 谢太后娘娘 我认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满朝王公大臣会耻笑皇上 皇上会很难堪 我不能认 现在的大难题是皇上不废我 就不能轻掌两皇旗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就算是德妃她认了这罪 朕也不承认 朕也不相信 皇上 皇上不会忘记 当初 为了防止皇上 会专宠某位嫔妃 招致江山祸患 义政会议与皇室有约 如果出现皇妃犯下重罪 而皇上不愿意废妃 或者加以惩治 那么义政会议就有权干预后宫呢 昨日朕两次 请求皇妃结束审讯 皇妃都没有答应 她说今日 就是最后一日 不对 不能再让德妃接受审讯了 英格儿 奴才在 你带朕的口谕 去慈宁宫告诉皇额娘 中罪宫的审讯已经结束 德妃的审讯也应该结束 让皇额娘马上放德妃回宫 这也要立刻见到德妃 奴才遵旨 可是 慈宁宫有侍卫和敖拜的人守着 不让进啊 你带侍卫前去 让守卫进去通报皇额娘 你连有朕的口谕 又带着人 他们是不敢 不进去禀报的 皇上 要是太后娘娘得报后不放人 奴才该怎么办啊 那朕 只好亲自到慈宁宫 亲自去接走德妃 喳 红师傅 幸亏你想到这层提醒了朕 若德妃一旦颠倒认罪 那这件事情 就不好收拾了 皇上 希望德妃娘娘 能够顶得住 不要认下这桩冤罪啊 太后娘娘 臣妾不能认罪 这罪太重 皇上是不会原谅小婉的 你还说深爱皇帝 愿意牺牲一切 你这都是谎言 太后娘娘 小婉没有去走太后娘娘所指的路 正是为了皇上 若皇上所爱的女人 是如此可怕之人 皇上将会受到议政会议的严重指责 和朝廷的严重质疑 皇上即便接掌了两皇旗起因 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皇上难以承受的 这其中的利弊 请太后娘娘三思 董小婉 何利何弊 哀家比你明白十倍 哀家给你的道你不走 等查明了你的罪行 你是死罪无赦 到时候皇帝不就更加难过吗 这点你想过没有 小婉想过 但小婉相信 轻者自轻 小婉也坚信 皇上 绝不会坐视这种冤案的发生 董小婉 你真以为哀家不敢杀你的头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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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样的话 万岁爷就亲自来慈宁宫 请太后娘娘放人 董小婉 你真是个灾心祸水 你闹得皇宫不得安宁 皇帝竟然要跟哀家翻脸 太后娘娘 小婉有罪 小婉最担心的 就是皇上与太后娘娘起冲突 这是小婉 万万不想看到的局面呢 太后娘娘息怒 万岁爷也是请太后娘娘 让德妃回去休息一阵 德妃一案 完全由太后娘娘定夺 太后娘娘 德妃的罪名尚未坐实 万岁爷也是想 问问德妃的情况 那 那奴才 该怎样答复鹰统领呢 请太后娘娘明示 太后娘娘 小婉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小婉心中已经想到法子 可以让皇上 能够顺利接掌两皇旗齐印 既然德妃有了法子 刘光彩 你让人告诉英格 就在外面等 最多一个时辰 皇帝就可以见到德妃 喳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你去告诉英统领 最多一个时辰 德妃娘娘就回去了 喳 你说你有了法子 可以让皇帝得到两皇旗齐印 有什么法子 太后娘娘和义政会议药 有的便是废除小婉的妃卫 小婉的妃卫废除 皇上便可以顺利接掌两皇旗齐印 小婉不能认下这下毒的重罪 但小婉可以劝皇上 废除小婉的妃卫 你不认罪 皇帝又怎会下旨废妃 刑事严峻急迫 小婉会劝皇上 让小婉重回南院 小婉也会让皇上明白 只有废除小婉妃威 才是真心对小婉好 哀家最了解皇帝 要想皇帝下旨废妃 你必须做到自毁形象 让皇帝讨厌 你明白吗 小婉明白 小婉会找太后娘娘 所说去做的 很好 你跟皇帝谈过后 哀家再跟她谈 皇帝要在交旗印之前 下旨废妃 如果皇帝不能 亲掌两皇旗齐印 将是天下的笑话 皇室的耻辱 哀家绝对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董小婉 相信你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太后娘娘放心 小婉 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小婉恭送太后娘娘 小婉 你受苦了 你受大哭了 小婉 你受苦了 皇上 小婉 小婉没有受苦 刘公公还有敖大人 对我很客气 苏娜姐就自然不用说了 你还骗朕 刘光才都把事情跟朕说了 没想到皇后娘 会这么狠心 她还让苏娜她们轮流审论 不让你休息 朕好心疼 皇上 皇后娘这样做 也自有她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朕就不明白 皇娘为什么非要认定 你就是那个下毒之人 而且今日 皇娘还要亲自审议 这更让朕百思不得其解 皇上 小婉今天 其实真的快顶不住了 皇阿娘威势逼人 又对小婉说道 如果皇上不能顺利接掌 两皇妻起义 会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 小婉觉得自己好累好苦 小婉真想认下这罪便算 小婉 朕就是怕你顶不住 皇阿娘的威逼 受了幼失 坚持不住认了罪 所以朕才派燕格前去要人 没事了 没有证据 谁也休想定你的罪 皇上 皇上 这些事情还没有过去 后天便是议政会议 交齐印的日子了 可议政大臣交出两皇妻齐印 是有前提的 娘娘总算回来了 可娘娘她受得好吓人啊 这可惜呀 没有查出作案的人 德妃娘娘也无法洗清冤情啊 怎么 公公也认为这是个冤案啊 刘公公能这么想 真是太让人欣慰了 师爷 我师爷 这事啊 还得太后娘娘胜断哪 婴格儿 要不是皇上派你去要人 娘娘这会儿还关在慈宁宫呢 萧万恳请皇上下旨废废废 萧万 这是皇额娘比你这么说的吧 皇额娘 皇额娘自然也希望如此 可这是萧万自己想的理由 皇上 这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就是皇上可以顺利接掌两皇妻齐印 所以萧万恳请皇上 现在下旨废废 是 萧万 朕好不容易才封你为妃 朕与你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 你现在反倒求朕让朕废了你 你这不是让朕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朕是大清皇帝 你怕什么 皇上 皇额娘说得对啊 若皇上不能顺利接掌两皇妻齐印 皇上这大清的地位就没有坐稳 皇上想干的那几件大事 就一件也干不成 皇上 皇上再想想吧 皇额娘说了 倘若皇上下旨废废废 皇额娘 可以让小婉 依旧回去南院 而且皇上顺利接掌两皇妻齐印之后 皇额娘也同意 皇上可以恢复小婉的废位 皇额娘绝不阻挠 你何罪之勇 朕为什么要废了你 为什么要向他们低头 皇上 小婉现在最最着想的 最最焦虑的就是皇上啊 退一步海阔天空 皇上是最睿智最有谋略的 皇上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 先绕过这个恶交险滩呢 小婉 你糊涂 如果朕现在废了你 就等于承认了 你就是毒害三阿哥的凶手 那你往后在这宫里 还待得下去吗 你还抬得起头吗 朕还抬得起头吗 如果你帮义生大臣知道了 他们心里一定会乐开了火 这样的话他们以后 还会把朕放在眼里吗 皇上如何训斥责骂臣妾都行 但臣妾不是糊涂 臣妾认为 这的确是个解决的办法 小婉 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 朕跟你说过 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你不必用这个称呼 是啊 皇上疼爱小婉 看重小婉 不让小婉自称臣妾 而皇额娘讨厌小婉 憎恶小婉 也不准小婉自称臣妾 小婉都没资格自称臣妾 我董小婉归了满旗 一个汉女归了旗封了妃 又能怎样 我董小婉还是江南的董小婉呢 皇娘她 不准你自称臣妾 不准你叫她皇额娘 凭什么 你是皇妃 你为什么不能叫她皇额娘 我怎么会有跟皇上说这种话 我 我真是头晕糊涂了 好 朕知道了 皇娘这是要故意刺激你 她就是要利用你的孝顺之心 让你主动来向朕提出 让朕废除你的妃位 皇上 皇娘真是 真是不达目的是不怕休 皇上 其实皇额娘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皇上 皇额娘对臣妾说 皇上废除臣妾的妃位 可以不用提三阿哥的毒事本一案 就以臣妾自觉尚不佩位为妃 自己提出为由 皇上 这个理由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你觉得正会接受这个理由吗 漫漫红尘中 遇见你 于是相信生命有奇迹 陪着你 陪着你呼吸 靠着你 靠着你 为远时间 停息 爱恨情 爱恨情愁结 痛继续 有些伤害不是我 人 我什么不要都可以 只要能拥有你 我注定爱你 爱上你 我要学会忘记 我要学会忘记自己自己 因为是你 因为是你 是你 我才会呼吸 只是 我曾在待遇 也不能失去你 我会拥有你 我注定爱你 我注定爱你 你 我注定爱你 不要想你 我要学会忘记自己 我要学会忘记自己 你是 是我 已再痛 也不能生去你 我以为是你 是你 我才会无心 我曾在待你 我爱你